老杨到处说 这个星期六十月十六号 中午北京时间十二点到一点 我们再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文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了 谈谈政法系统的团团伙伙 政法系统的团团伙伙 被认为是钉三一角 整顿袖技般般的刀把子 看起来比整顿军队 要错综复杂得多 孙力军七上南下的 铜锣湾事件 被视为影响是历史性的 而傅政法制造709的案件 对记者对律师的横加破坏 也被视之为疑惑无穷 最近这段时间涉及 公安政法系统的大尿案 频繁的出现 而很多案情的通报 都无一例外出现 一个专用名词 即团团伙伙 不是团团圆圆 那是香港那个熊猫的名字 团团伙伙伙 这个专用名词 10月2号 傅政华被宣布落马之前 他的同事 原来的同事 公安部副部长 孙力军被双拍 中纪委 在他做了17个月的调查之后 出具的通报 称之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伙 拉帮接派 培植个人示意 形成利益集团 成火做事 要控制 要害部门 跟接着准政变的概念一样 所以一论认为 这部分的措辞 可以作为今后的审判 孙力军的重要部分 好了 我们也知道 孙力军落马了前后 中国政法系统 前后呢 有多少近十位 户部长级的官员被查 其中的包括 重庆 原来公安局局长邓慧林 上海原公安局局长龚道安 山西原公安厅厅的刘新云 江苏 省委政华委书记 王立科 当然还小啰啰很多 都被指称为 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那什么叫团团伙伙呢 根据中国的使用量最高的 百度辞条的示意 团团伙伙伙是在利益集团内部 掌权者为了失利而抱团合伙 中共的党媒在2015年 在刊登有关落马官员 政治距离的案例 其中对团团伙伙的解释 是什么呢 是团团伙伙伙是封建 人生医护关系和江湖 帮派文化的产物 搞团团伙伙 在相互 就是称兄道弟 抱团杂堆中 滋生腐败 将分管的领域 当成失人的领地 将上下级关系 看成人生医护关系 阶层的团团伙伙 不仅成为不法分子 和不正之风的保护山 也成为他方思腐败 形成埋下的祸根 最近多维网 有几篇文章来谈到了这个团团伙伙伙 多维网的署名文章指出 团团伙伙伙的中国古代 有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 其中以明代末年的东宁党争 最典型 在东宁党与燕党两个大利益集团的斗争中 东宁党依靠同乡 同联同盟 以及信仰基础所组成的团体 以魏忠贤为和谐的宦官 以及齐党 哲党联合起来的燕党 在皇位继承人 统治方针 政策问题上的互相攻坚 接党营私 党同华裔 打击异己 党政所造成的混乱 以及内耗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 货源之一 把今天中共的团团的伙伙 跟明代的东宁党 燕党 导致明朝的灭亡 相提并论 这里回顾了1949年10月30号 周恩来在接见参加第一次 全国公安会的公安机关 负责人的时候表示 军队跟保卫部门 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 你们是国家安危 细一半 国家安危 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 军队是备而不用的 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各位 公安机关始终是国家安危 细一半 是天天要用的 重要性可见一半 那中共建政以来 社会的角色多有变化 这个变化就指公安政法系统 但是呢 公安政法系统 以国家暴力为后盾 负责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 逐渐的强化 稳定压倒一切 改革开放对传统社会 第一格局的冲击 社会矛盾多元 而日益复杂 日益频繁 公安机关的权力扩张 成为了21世纪以来 中国政治最明显的特征 那好了 据说周永康落马前后 北京一直在反思 公安机关最高富足人 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高位的 背后的逻辑 其实代表的是掌握 国家维稳力量的权力人物 尤其是公安部门的权力人物 所代表的利益部门的崛起 已经出现了失控的攻险 我们刚才谈到多元旺近期 有多篇文章持续探讨 团团活活的问题 指出什么呢 在根据马列主义为指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构中 政法系统是最典型的 国家暴力机关 属于刀把子性质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他本来应该扮演好自己 有利于政权建设的角色 不应该成为不正当的 部门或私人利益的保护伞 但事实上 作为中共的政法委系统的 公检法优级的公安部门 就是在一个保卫政治安全之外 又深度介入社会矛盾的部门 在过去很多年 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有不少地方的政法系统的官员 和官员开始追凿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为了利益最大化形成保护的机制 互相进行利益交换 公器适用 通过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活动 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或者本身就变成了黑恶势力 这篇文章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说 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不代表任何权势集团 不代表任何利益特权阶层的权益 因此就不会被自身特殊利益追求所限 但是中国共产党跟人家不一样 跟美国不一样 有比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警察和司法权力 时常成为代表资本力量的打扫 为资本家参加护院 形成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冲突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中共的刀把指的核心高层 搞团团伙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追逐个人或小集团利益 为了利益最大化保护机制 相互进行什么公权力的介入 公器适用 最后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或跟随自己成为黑恶势力 其实这样的现象 和所谓的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警察和司法权力 时常成为代表资本力量的打手 为资本看家护院 恶劣的程度和性质有什么不一样 甚至更厉害 至少那个地方还有法律 这个地方不要法律 根本视法律为阿独物 所以有文章指出 傅政华孙力军的团团伙伙 其实也是公安政法系统的冰山一角 他罗列很多事实 在庞大的利益集团内 某一些人热冲 挤进这种团团伙伙 野心在政治上野心肯定有 比如说 河北省原来政法委书记张月 就是利用央视主持人的第二任的妻子 跟贾小华贾小叶 就是周永康闺蜜 完成了他从北京公安局局长助理 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公安部26局局长的试图转变 最后变成了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 在比如王立科 之前被指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谋求个人职务 晋升大搞政治投机 攀户贴靠 对孙立军的通报 直指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除了政治野心 经济上野心也没有被低估 这些官员落马的官员 所有参与团团伙伙的政法官员 无一 不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孙立军被这大事卖官 郁杰长期接受大量贵重物品 大事进行全钱交易 王立科在非法接受 巨额财户 长期为黑二势力冲到保护伤 黑二势力在保护伤 纵容之下控制一方经济 大到地产 小到菜市场 成为菜霸 什么霸都来了 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天下 根本就不是 苏联解体前也没有这么作乱 所以这团团伙伙肯定有下游的黑二打手 也有高级别的官员 这几个政法官员的通报也不一样 王立科 邓辉林 公道安 刘新云是参与党内的团团伙伙 孙立军呢 就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 拉帮接派 形成利益集团 所以呢 其实公安机关 它存在的特殊性 决定的内部的生态 跟其他国家机器 有不同相当大的差异 比其他的政法部门 他对社会的渗透 没有能能比 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 世界 他第一次提到虚拟世界 网络 从普通公民到社团企业 掌握了最全面的社会 个人和组织动向 所以呢 我在讲 有一个接受我访问的 他讲到利用虚拟世界 进行职务犯罪 尤其在政治上掠取 扼索 他讲他个人 十个亿 这无计 其他人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合法专业的暴力 这使用权 从来没有接受过 有效的监督 孙力军等落马的高官 反倒是他们是 合法的利用 一些侦查 反侦查手段 对触犯其利益的人 和组织采取动作 同时也在 合法的为他人 充当法护算 以致阶层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 专业性强 危险性大 使得公安部门内部 很容易形成相对独立 和等级伸严的关系网 彼此之间的人生依附 团团伙伙现象 为什么那么突出 跟这有关 所以就事实上 从既往的案例来看 基层的高层 政法系统整顿的对象 都有窝岸的特征 少有个人的行为 也就是公安体系 生态破坏极其的严重 香港这个朋友 如果不是孙力军被抓 他就不敢 说出他本身受到了一些伤害 好了 我们再谈到 在中国警戒和中国官场 傅政华 孙力军 都是能力 有能力的官员 孙力军当时负责是国安系统 傅政华办了很多 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但是他们的能 也就让他们做起事情来 不择手段 目无法起敢大妄为 违惑造成的影响 也比一般腐败性案件 更为深远 损失特别重大 讲了两个例 有意思 孙力军 叫欺上瞒下 制造铜锣湾书店案件 等等的影响 是历史性 这个是第一次 从另外一个角度 谈铜锣湾二楼书店案 有意思 傅政华任内对709律师 媒体记者 乃至警队内部不同意见 置警意见的打压 对基层民警的严格管理 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都是酷吏的代表 有人难心 几个酷吏倒台 改变不了太多 如果我们参考中国古代的历史 大概率也是这样 这些人抓了还为新的酷吏出现 中国古代的法治 看酷吏几乎没有好下场 但是也没有改变什么 这些担心也是有合理之处 因此这只是刚刚开始 孙力军赴政法之后 他的团团伙伙 是不是有更多下游人物被迁出 我相信还会有 而且还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 团团伙伙 现在抓了这么多人 这叫冰山一角 习近平在整治团团伙伙 搭报纸 任务比在整治军队还要严峻 任重道远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第一个不惨 你不忍你 你可以不忍你 不忍你